由美国家州州立大学长滩分校艺术学院院长主办的全球24小时学生动画大赛 从2002年开始举办至今 国立皮诺大学视觉艺术系从2021年开始 由丢怀为老师带队参加都获得全球前百大的成绩 今年所带领的团队巴朗埃西米亚 成员有叶于珍 陈思尹 潘毅晴 黄静尼和王维秀 与来自20多个国家400多支队伍竞争 五名参赛同学几乎是不眠不休完成作品Muse 获得全球第四名的夹击 因为他们这次的主题是关于动画的创造性 想要表达动画的创造性 那我们就我们就借由一个动画师的童年跟 就是小孩子的纯真 然后去代表说动画这件事可以创造出 很多属于自己的世界跟想象 今年是获得全世界的第四名 这是非常不容易也是台湾的第一也是亚洲的第一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发表其实就在在的让同学们的功力大振 我们在去年参加的队伍里面 我们去年是获得全球的第76名 那这一组的同学就跟我们目前我所身上穿的这件衣服的这一个公司 它是一个好莱坞的一个动画分镜公司 那这公司就看到我们同学们的努力 所以跟我们学校签了一个合作MOU 有把我们同学带到美国去做他们公司去做实习 这项比赛要在24小时内完整的创作出一部30秒的动画短片 并且限制脚本素材影像制作和配音都需自行制作 24小时大赛的主题均在竞赛当天发布 所有队伍无法事先准备 全靠平日的自我锻炼与敏感度的建立 我是负责背景然后还有一些上色的调整 节奏的调整这样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的收获就是 因为是五个人一起的作业 然后需要跟别人配合的话 有一些就是自己的东西是可能需要收敛 因为他们算是也是持续在参赛的同学 他们今年已经算第三次 第三次参赛了 那在第三次参赛的过程中 他们慢慢找到这个竞赛的节奏 然后他们也找到的去攻略这个竞赛的一些方式 那最主要的是说 我有发觉同学在整个在制作的过程中 其实都是保持着平常心 因为越平常你就能够越发挥你原有的一个实力 参赛的同学们都很享受和学习比赛的节奏与乐趣 也在赛中吸收到更多的经验 屏东大学表示这项比赛的作品 也会被迪士尼 皮克斯 梦工厂云尼克动画等知名动画公司看见 去年参赛同学就获得到美国好莱坞动画公司实习的机会 有助于提升未来就业竞争力 记者张伦阳正义采访报道